在家里面关了三四天 没有出门了 所以给大家 刚好带大家来看一下 疫区当中的巴塞罗纳到底是什么样子 遛狗房子 像政府说了不能随便出门 但是还是有人出门 而且政府说除了有正当的理由 我说的话就待在家里面 所以遛狗成了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 上周还是抢购朝超市里空风的人也挺多 反而工人一传染 这个星期呢 超市开始有了防护措施 门口有保安控制进入的人数 出来一个才能进去一个 进了超市呢 工作人员会让你戴上一个一次性的手套结账的地方 换了三条线 每条线间隔1.5米远 声音员也会提示你说 当另外一个人在往购物袋里面装东西的时候 你不要着急靠眼一点 等它装好了 你再来装 大街上面呢 偶尔有行人 还是有人不戴口罩 这还是让人比较焦急的哈 不戴口罩这个问题啊 确实让人头痛 在意气不严密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生病的人才戴口罩 可现在呢 那些不戴口罩的人 有一个让人非常难过的理由 买不到口罩 上个星期大美辆去药房的时候 药房说口罩和消毒水都已经断过一个多星期了 亚马逊上的口罩呢 也是如果今天下来三四个星期之后才能送到 幸好大美辆之前有的一些抗状和消毒水购物的话也是比较免费的 亚马逊和各大超市呢 都已经没有酒精这种预测了 大美辆工作的巴陀罗之家呢 从上周开始就实施了在家工作 大美辆一个星期出门采购一次 其实也可以网购的 不过就是网购网上面其实物资也蛮匮乏的 这段时间呢 大美辆会好好的保护自己 小伙伴们呢 也注意保护自己 所以呢 趁这个机会 大美辆就来立一个flag 趁着这段时间 把2020年最大的冤枉六块腹肌列出来 好 小伙伴们 记得要监督大美辆 十颗挺鞋大美辆 诶 六块腹肌有没有练出来呢 好 小伙伴们 大家都各自尊重